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中丰园区丰富专案一新段 130D号土地设定地上全案 今天是正式签约 成为了丰园发展的新核心 花了十几年时间 打造丰富健康产业园区 总面积是达到有5.51公顷 投入了55亿元 新建亚洲大学附设医院 长照机构以及托育大楼 目标2028年完工营运 签下合约 丰园区丰富专案一新段 1130D号土地设定地上全案 今天正式签约 这个幼小的到老的 所谓全灵的照护 那这个不仅是说 照护到我们三层地区 甚至更大范围的 我们市民的健康之外 最重要在经济方面 也创造了至少20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那生育产业我们是 只要聚焦在精准医疗 那另外干细胞 细胞免疫疗法和外密的疗法 希望对癌症 还有脑神经疾病的病患 能够有帮助 丰富专案被视为 丰园发展的新核心 历经兵工厂迁移 区段征收 土建工程等 三维市长长达十几年的时间 将打造丰富健康产业园区 总面积达5.51公顷 投入55亿 新建医院 长照机构 以及托育大楼 另外设置生计健康产学中心 目标2028年的下半年完工营运 并提供至少2000人的就业机会 将促进丰园地区整体发展 盖完之后 我们预估5年内 可以照顾 坦亚神厚丰 30万 包括产业 包括民众 让地方在长照上面 在健康上面 在整个全灵照护上面 都让大丰园地区的民众 跟市民得到更好的照顾 我们真的非常期待 引谨盼望 丰富健康园区 不仅丰园区受惠 同时也照顾到 坦子、神钢 以及厚礼等 三线地区医疗长照的需求 大幅提升了 民众就医的便利性